十四,澳門政府新聞中文版 第八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澳門地區選拔賽舉行完畢 2015年7月14日由澳門勞工事務局、 廣東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以及香港職業安全健康局合辦的 第八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將於今年11月在廣州舉行 競賽的目的是透過問答比賽 讓在職人士加深認識和掌握有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知識 從而預防工作意外和職業病的發生 為了選出代表澳門地區的隊伍參加競賽 勞工事務局已於本年7月11日星期六 搞澳門理工學院大禮堂舉辦第八屆粵港澳安全知識競賽 澳門地區選拔賽比賽設工會團體組、 建築企業組及一般企業組三個組別 比賽以隊制形式進行 每隊各派出三名代表出賽 透過對有關職勘健知識的實物操作題 影片題和問答題進行競賽 最後職分最高的一隊成為該組別的優勝隊伍 競賽內容涉及各行各業及多種工種的職勘健知識 包括職勘健法規知識以及十四項主要的職業安全健康知識 如建造業安全、飲食業安全、辦公室安全、 安全管理、工場整理、體力處理操作 職業健康、消防安全、電力安全、化學品安全、 消防操作安全、機械操作安全及個人防護等 試次比賽由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鴻 職業安全健康廳廳廳長林玉璋 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黃國勝 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副理事長李松正 澳門職業安全健康協會會場高智良及澳門建築 康全協會會長李嘉茲擔任比賽的名譽評判及頒獎嘉賓 比賽結果如下 工會團體組冠軍 水電工會亞軍 新福利職業康全健康職工會貴軍 澳門建造業總工會建築企業組冠軍 興聯建築 澳門有限公司亞軍 中國建築工程 澳門有限公司一隊貴軍 德保建築集團有限公司一班企業組冠軍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一隊貴軍 永利澳門貴軍 澳門電信有限公司一隊三組的官 二貴軍隊伍 分別獲頒發獎盃及澳門幣15000元 12000元及10,000元的獎金 工會團體組的冠軍隊伍水電工會 將代表澳門參加總決賽其中的工會組比賽 而建築企業組及一班企業組的冠軍隊伍 經過最後一輪問答題環節 最後由興聯建築 澳門有限公司出線優先代表澳門參加總決賽其中的企業組比賽 與廣東省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代表隊伍 進行職刊知識的競賽和交流